狮子山共和国籍银海杂火轮今天行经澎湖七美南方06里海域时,因海向恶劣受困,有轻负危险,船长弃船求援。 海巡署第13巡航区及澎湖海巡队,上午10点获报后出动空枕机及舰艇救援,发现船舱已进水倾斜15度,空勤总队直升机耗费多时才吊弃一名船员,随后巡航艇PP3539艇赶抵现场,将其余8名船员接驳救起。 下午近3点凡迪马公彭湖海巡队调查,迎海轮为杂货运输船,载有20只冷冻货跪准被运离高雄港,但一因货跪未捆牢,导致船身倾斜进水,又碰上恶劣海巷,倾斜角度愈来愈大,船长只好宣布弃船,向外方球员彭湖海巡队表示, 彭湖舰11点25分抵达出世海域,当时阵风9级,浪高约3到4公尺,海巷不佳,多次尝试靠近营轮仍无法接驳,只得持续在旁借户,并通知船长及船员驻救生一等候进一步救援。 空琴直升机11点37分抵达,成功吊起一船员,安置到七美安检索,但船上堆有多只冷冻货柜,吊挂任务难以持续,决定放弃。 海巡队说,巡防艇PP3539亭抵达后,12时15分在恶劣海巷中,逐一将船上令8名船员接驳上艇,再回马公,迎轮则由澎湖建在旁借户,后续将由舰队分数联系航港局管制,并发布航船布告及脱带事宜。 海巡队呼吁,近期东北季风南下,加上台风外围环流影响,海巷转区恶劣,渔船及商船出海应注意航安,如在海上作业发生事故,可拨打118免费报案电话,或透过渔业电台通报,海巡队将立即前往处理,保障船员生命财产安全。 狮子山共和国籍迎海轮二日因船身倾斜,海巷恶劣,手困澎湖七美南六里海域,船长契船向我方求援,空琴时升机及澎湖海巡舰艇出动旧起船上九船员,下午三点返迪马观至,图澎湖海巡队提供。 分享 狮子山共和国籍迎海轮二日因船身倾斜,海巷恶劣,受困澎湖七美南六里海域,船长契船向我方求援,空琴时升机及澎湖海巡舰艇出动旧起船上九船员,下午三点返迪马观至,图澎湖海巡队提供。 分享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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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分享